光复乡公所相当重视推动社福措施 不仅推动全乡全民意外保险 还有发放千元防疫礼金之外 乡长零薪水有鉴于火灾意外频传 也特别在各村安装了100只灭火器 已被不时之需要打造一个安全的村落环境 不论是偏僻小村部落小巷 还是光复市区淡黄区 现在几乎都可见乡公所配发的灭火器 悬挂在明显而且容易取得之处 不仅居民笑着说非常有安全感 光复乡长零清水上润以来 全力推动地方各领域的重大建设 同时也相当重视并且积极推动社福相关措施 这一次有鉴于偏乡聚落火灾意外 往往原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决定在各村公共场域 以及村长提供据点 各村来安装100只的灭火器 已被不时之需 每个村100只的灭火器 总共14个村 大概有1000多只 我们希望说这些比较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 还是说欺负的地方 还是说就 小绑车比较不容易到了 可以来补偿这些事情 让大家居住也比较安全 这是我们考量的 依照村长指定位置 然后请厂商一一来安装 从全乡全民意外保险到发放每人1000元的防疫礼金 紧接着在乡长林清水规划争取以及乡待会的支持协助下 乡公所分别在各村公领域教会公庙之处设置灭火器 全乡总共有1400多个灭火器放置在光复箱的各个角落 乡长林清水表示 要打造光复箱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